大家好,我是Vinus 2021年第四季有多個新盤開賣 當中最終目的就是這個鐵路盤 位於火炭站旁邊的星海堤岸 住戶來往內地口岸和核心商業區都非常方便 這個項目由4棟住宅大廈組成 合共提供1,335個單位 涵蓋開放式至4房戶 率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會所模型 會所連縣樓面積大約有12萬平方呎 在區內來說真是好罕有 這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種了櫻花、日本楓葉等等的樹木 讓住戶不用去旅行都有自身日本的感覺 會所有4大園區,有超過100項設施 動靜加儀,充分照顧一家大小的需要 住戶就算足不足戶都可以滿足日常所需 先帶大家看看這個三房連裝修的示範單位 一入門口,寬闊的客飯廳就進入眼簾 單位連接露台,採光到十足 一邊的長身做了入場飾櫃和電視櫃 為單位打造時尚感 熱飯廳這個位置放了將六人餐桌仍然有足夠的空間 原先在圓關旁邊的儲物室,發展商就改建成特大酒櫃,提升住戶的生活品味 酒櫃旁邊就是廚房,料理台以L型設計,廚房有窗,而且地方見洗 下次以棋缸設計,觀設客廳主調配以雲石文長身 兩間客房面積相約都有落地大玻璃,而另一間客房就打造成書房 客房間隔方正實用,方便互主擺放家具 走廊的盡頭就是主人套房 房間擺放了雙人大床之後,仍然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主人套房中也設有工作平台 而另一邊就做了衣櫃和女士最重要最重要的化妝桌 將原積的套廁廁門拆了,改成玻璃屏風,增加採光 套廁是以浴室設計的 接下來再和大家看一個交流標準的三房單位 圓關旁邊會是一個儲物室 廚房是一個緊廚設計,除了附有基本家電外 還包著這個酒櫃 接下來再帶大家看一個經改動過的一房單位 在圓關的位置放置了一組置物櫃 而客飯廳呈長形設計,而且連接露台 單位以淺灰色為主,打造簡約時尚的生活品味 而圓關的另一邊是開放式廚房,配以黑色雲石面 飯廳的位置放了將四人餐桌還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而原先的一房間隔,改動成以拓門設計 而且做了一線窗,打開時可以增加室內的空間感 而拓埋時亦有足夠的私人空間 房內有足夠的空間放置大衣櫃,而且有落地大玻璃窗 能夠將室內的景色引入室內 套廁以棋缸設計,配上黑色雲石瓷磚,打造型格生活品味 而交流標準的廁所大部分都被有智能鏡軌 住戶就可以一邊打扮,一邊了解當日的天氣 看完兩個有裝修的示範單位 接下來就帶大家看一個兩房單位的清水樓 日日門口左邊就有一個置頂的鞋櫃,而旁邊就是一個廚房 穿過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呈牆形設計的客飯廳 客飯廳分明,而且連接露台 這個客房間隔屎正,有落地大玻璃 主人房連接工作平台,即使放了將雙人大床和衣櫃都有足夠的空間 浴室以浴缸設計,同樣配有智能鏡軌 聖海堤岸將會自設商場,面積大約有10萬平方呎 計畫會提供國際級幼稚園、食肆、超市等生活所需商店 附近亦有著名的大排檔,而且行大約兩分鐘就一個街市商場 住戶買菜、煮飯,還是去找食都很方便 話就說這裏是傳統工業區,不過未來這裏還會興建其他住宅 就好像公屋、居屋和私樓,到時整個環境都會大變天 而這個住宅項目都非常適合一種狗爐 事關升海堤岸鄰近彭福公園,帶霧係下來方便 又或者一家大小下來chill一chill,都是收工或者假日的最好活動 今天就介紹到這裏 記得follow 我們的facebook 及youtube 就可以收到最快的樓盤資訊 我們下次見,拜拜!